白车并排蓝车挡住黑车去路 男子打开驾驶座 把车内的人通通赶下车 当街劫走3000多万 这是2018年10月 在台北市五分浦发生的千万强案 14号二审判决却是大逆转 被指为幕后主使者的是他 四海邦干部好姓男子 一审被法院依照强盗罪判处10年 二审却反案改判无罪 咬出他的共犯是他 逃亡时落魄到大马路上抢劫 灵性抢匪不满事成后 只分到100万供出藏进人 他说他是听前逃的共犯说 就是分走2000万的好姓嫌犯 但见面分赃时并没有确认 二审时前后公辞不一 法官认定是片面听闻之词 翻供的还有无姓证人 从有陪同分赃到改口说没有 被法官认定不足以证明 另外关键还有另名抢匪 公辞指出他又去分赃 但电话位置和监视器都没发现前往的轨迹 因此认定证据不符 因为各个共犯说辞前后不一 而且跟眷内的客观证据也不符合 所以难以认定被告确实有主持分配账款的事情 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在案发之前 确实有参与本案谋意以及是主导 真人翻供再加上并未有明确证据证明好姓被告是主使者 截走3000多万的抢案 翻案改判无罪 检察官仍可在上诉 三宣假命王族台北财富报道